花子丽丝对话宇宙海 原本记者会正式原本开始 日本材料科学家奥田一鸣 将研发人造肌肉的废弃材料赋予新生命 结合流体力学浮游体艺术 展示应运而生 结合水流 灯光 布展 设计等 让原本平淡的物质在宇宙中 展现了无限的可能与美丽 吸引了观赏者好奇的目光 与启动内在探索的力量 这次的题目是 What is this 为主题 可能在这个有很多 大家可能看不懂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希望这些看不懂的东西 能够伸直到你们的心里面 然后慢慢的去体会它的一个意涵 体会作品的意涵 也开启了一连串的对话与学习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第一特展厅 What's this 对话宇宙海 开幕典礼上贵宾云集 还邀请到沙画艺术家 现场创作与特展相互呼应 宇宙中所有现象的产生 其实都是物件和物件间对话的结果 仿生浮游体创造存在的价值 开启无限的想象 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的东西 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垃圾 它是一个没有用的这些材料 原来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 只要你愿意用心去跟它对话 你就会看到它可以变成 我刚刚在讲最漂亮的水母 它可以变成最漂亮的花海 它甚至可以变成Universe 包含了这个星球等等 反正你只要想得到的 其实在这些没有用的材料 竟然都可以赋予它的新生命 这是这一个展最特别的地方 那其实在海科馆展有它的意义 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海科馆主题馆以前就是北火电厂 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火力电厂 然后我们的潮进公园以前 就是垃圾场地 那有肥水处理厂 可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的这个生活转型 我们的素养的养成 那结果我们把一个高污染的一个电厂 退役下来之后 变成是一个很棒的博物馆 而我们的垃圾场地 现在变成了一个最漂亮 最可以讲永续 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你可以看 事在人为万事万物 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跟它对话 就可以赋予它的新生命 启动内在心灵 与宇宙万象的对话枢纽 海科馆特别规划 记忆星辰若映宇宙 仿生幻影艺术工作坊 以及澳田一鸣先生的对话 等课程活动 这档别具意义的 Wazlis对话宇宙海特展 即日起展到113年8月25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欣赏这结合科学 艺术与哲学的特展饗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都在三个月中旅行的高度 主持人的国家的幼稚子 毕竟发现能量的 并非在外国的并非在外国 并非在外国的并非在外国的并非在外国